字幕志愿者 你有黑眼圈 晚上没睡 还要带宝宝 你很有经验 是不是 没有 你隔壁的才有经验 来 我们来介绍的是 巨洋投顾分析师 钟建安 建安哥好 好 志愿好 全部的投资朋友 大家好 好 我们赶快来迅速带您来看 今天到底要跟大家聊 什么样精彩的主题 好 我们先来看到了 今天要带大家来聊这个 我们不是政论节目 但我们要告诉你 到底政局的变化 对于台股 接下来走势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国民党 现在要把住住节给换了 很可能会变成猪猪哥来选 我们的朱立伦 那么到底呢 这个选情 现在又被大家热烈讨论了 如果真的换了朱立伦来选的话 这个选情会有起色吗 有办法呢 可以扳倒这个 民进党所推出的蔡英文吗 有机会吗 那到底蓝绿的概念股 又有哪些呢 我们今天选出来蓝绿的概念股 绝对跟你以前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帮大家选的 完全全新角度 好 那么再来呢 我们就要带您看到了 虽然大家说 现在台股 好像没有那么样好 大家都担心 现在的景气不是说非常好 但是呢 就算在景气寒冬 也有营收 屡创新高的个股 又是谁呢 今天在盘面上 有没有逆势图围呢 待会我们要带您通通来看 再来我们就要带大家挑出的 强弱转折股 好 有些个股往上转强 有些个股往下转弱 你真的要弄清楚 不要买错方向 好 那么我们首先呢 赶快先要带您来看到的 就是今天在网路上 大家热烈讨论 之前我们会说 成交量都缩下来了 所以呢 大家对于这个台股 已经这个好像热度 没有那么样的热了 但是今天有热烈讨论哦 有人在这个网路上就讲了 盘中闲聊 他说如果今天台股 可以占上8550点的话 他要送鸡排30份 要送给大家 建安哥你来一下 好 我想先请问一下 成人哥 鸡排30份 你觉得他这样堵 会不会堵太小啊 太小啦 应该堵3000份 3000份 对 他说站不上 所以他说站不上 这样说我们吃不到鸡排 对 但是其实我们给大家看到 这个鸡排 其实意思是说 以前我们大家觉得台股越来越冷 对 你看成交量 很多大家都说之前那波往下车 很多的这个散户朋友融资都被断头 心情不好 才刚亏过 你说有谁会大举再来买股票 应该这么说啦 就是说应该是说 会被断头了 应该是电视族群的都断光光了 网路族群的目前还活着 真的哦 感觉是这样 因为年轻人刚好有活力嘛 因为刚踏入社会 那建安你要加码 加码 加码是不是 你加码300份 看堵什么 你赶快堵一下 他说8550点站上的话 他要这个送大家鸡排30份 我真的觉得我冒着生命危险来上街 明天明天如果到8550 你要进去 建安他说不可能 我跟他讲明天真的不太可能 不可能是不是 那我们也加码 大家先要赌成一片了 如果不是8550 应该这样子我们也要给他拼一下 因为这数字太少 那这样子我们赌300份 站到8888的话 到我们公司来领鸡排 水哦 真的哦 又188台 又88里才有方 800份耶 8888 跟你 我们制作人赶快去 我们的粉丝页上 把那个风银投过地址 打上去 打上去 晨晨哥要跟大家 300份 300份鸡排 好 那我有认真的去看一下这个 是 这一个这一则 那个什么留言 总共有3000则 底下 哇塞 3000则 你会说鸡排还不算 但是是真的很多人在讨论 那表示什么 其实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说 其实现在台股是在区间 但是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在讨论 当然不是为了鸡排嘛 鸡排都五六十块而已 是 是那个热度 热度 所以我要表达的是 那个热度真的回来 所以观众朋友今天 那个电视里还认真看 我给你讲一下 不是为了鸡排 这鸡排 因为那是 阿湘好吃的 堵饭我跟我没关系 对哦 所以这个我们来看到 不然你要 你要 我鸡排是三井 三井 那个日本料理 没有你请 三井 这样你可以堵饮料 吃鸡排口渴去 你就饮料 要堵饮料 好吧一起 好 好 其实我们告诉大家这个有趣的新闻 今天在网路上热烈讨论 光是一串的讨论 可以3000多子的回应 没错 所以你就知道说 盘中真的大 又热烈讨论今天的台股 那我们就赶快来看 今天的台股的确让大家 血脉喷脏 尤其是早上这一段 一开始就开高 然后继续给你往上 那个时候已经站上季线 今天是跳空开过季线 然后又用力往上冲 那时候我就觉得 天哪 台股感觉好像欣欣向荣 好像大家又感觉 好像又重新可以回来了 而且网路上有一则图片 我不晓得至于知不知道 刚刚也是网路 就是鸡排 那你知道吗 光这一段的走势就这里 感觉好像有人在帮你比中指 很讨厌 真的是网路留言的 真的很像比中指 对啊 就是上去然后就下来了 真的很讨厌 碰盘手是这样 那今天高点在882 那个时候我们还一直在 盘中连线的时候说 天哪 8500有没有办法冲过去 好那今天告诉大家 比一个中指没办法 好那我们看到今天 最后是收 最后好像有点压回来 这收在今天相对低 8394 才剩下涨41点 对不对 量的部分 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看那个 你去看盘软体的话 这个地方 这个中指的顶端这里 对 那个时候的预估量 还有到1200多 1300多 没错 结果你看最后没有千亿 998亿 好那筹码面部分 你看外资回来买 25亿的现货 三大法人是27.5亿现货的买钞 那么在期货的部分 他今天小小的多单又加码 外资现货并没有太大的买钞 有时候买个 就像今天买个25亿 然后但是又几天又卖了三十几亿 都是这样一点点一点点 但是它的OI是完全 几乎都是没什么变的 大概一万五千口到两万口 所以我认为这些OI 它是在吃国安基金的豆腐 我常说过它真的在吃豆腐 因为从底下上来的过程当中 外资不用在现货 买任何一张股票 我的OI就赚钱了 我的多单就赚钱了 对 所以我说一直在跟自育连线的时候 我说这个就是在吃国安基金的豆腐 它吃到什么时候 它就吃到它饱了 不然怎么办 吃到它饱了 它现在饱了没 饱了 没有 那也几分饱 有没有五分饱了 饱了 已经饱了 因为它都没有再增加了 一路到两万口就不能再增加 那什么时候就等结算 结算完之后 它这个自然而然就是落口袋 这样子是不是 对 没错 好 那再来呢我们就要请这个 建安哥帮我们看到的是 其实我们看到建安哥跟大家讲说 最近的台股在走一个盘整区间 那给大家一个大概400点左右的一个区间 上下震荡 建安哥说 其实我们应该要看一下美股的走势 对不对 为什么 其实我常说过 其实我不太习惯解牌给大家听 因为我是 知语也知道我是技术派 那就看现行就好了 对吧 好来看 很讨厌去讲一些奇怪的东西 去解释那个东西 但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像我们现在台股 目前看起来 我常说过 如果假设你把期货市场跟股票市场 当做一个是赌场好了 那赌场里面你要知道谁当庄 谁庄家 那目前看起来就是国安基金当庄家 另外一个就是还没有出手的外资当庄家 那重点来了 那外资到底会出手 买现货还是卖现货就很重要了 这个很重要 你把那个逻辑把它串起来 你就知道我要表达意思 好 那外资的动作 它绝对不是看台股 这不是看台股 它一定是看美股的部分 那之前你还记住 我之前在这个地方有跟大家讲说 1万6不能被跌破 我在联系的时候有提到 如果外资 如果道琼跌破了1万6 往下掉的过程当中 它的区间就被打破了 就变成空方趋势 那进而它就会影响到我们台股的外资的动作 它就会变卖超 那国安基金护盘就护得很难过 那也许区间就结束 通常外资的动作是这样 美股如果涨 它就会在全世界的股市 它都会买 当然 都会买进 因为美股等于就是洞见关键 是的 那如果美股跌了 它在全世界的股市 它有一并的风险 它要降低 它同步都会卖超 所以我们来看到美股其实非常重要 但是现在你看美股其实用力的往上弹起来了 是的 所以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这么 你看1万6如果跌破 外资可能会在台股卖超 同样的道理 如果1万7突破 我讲的是站上突破 那外资就有可能加入我们的国安基金的行列 我就开始卖超 也就是那个鸡排 真的就会吃到了 真的哦 对 但是就重点要这个讯号要出现 所以它今天如果晚上 待会开房间有机会往上突破1万7的话 诚诚哥鸡排我们可能吃得到 对 而且是记得 是三千分 三百分 三百分 我还加上三千分 三百分 我自己加码 你自己加码 我出三百分 它出两千七百分 好 所以这个美股就是非常重要 对 所以我要表达就是说 其实现在美股它会影响 渐渐影响到我们台股的部分 所以1万7跟1万6 你现在目前为止 就是这两个数字 你把它记起来 反正突破 跌破 就是方向要出来了 就是方向出来 对 所以我们再来看 看那个台股的部分 就是这样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台股真的很讨厌 其实台股跟那个什么 跟道琼其实是差不多的 只是说因为我们家有国安基金 就差在这个地方 你看 8500点是底下 不是8500点 8050 8050 8050在底下 那我要表达一下 8050下面的话 有两个 就以期货来讲 有两个成本 一个是台子期的法联宽商成本 跟摩台子的法联宽商成本 这是很巧的都在下方 所以它是一个铁板区 所以你会发现 上去下来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很空吗 中秋期不是很恐怖吗 你看 硬生生的 100点把他拉起来 了解 所以成本在这个地方 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 上去400 下来又400 上去又400 我认为就是在这个地方做区间 那什么时候突破 什么时候跌破 就是看外资 那外资就是看道琼 那道琼就是看 1万6跟1万7 就是这两个数字 那看谁先突破 就是就会方向就出来 对 所以能不能吃到鸡心牌 就今天晚上 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的这个美股的表现 对 好 非常谢谢建安哥 这个是大盘到底怎么看 很简单的一个这个指标方向 大家来看美股 好 不过呢台股今天 我们又看到一个新的话题出来了 来 诚诚哥赶快帮我们来聊一下 你现在身份要转换成 我要走过去吗 来政论名嘴 我不是 我们没有跟你赌鸡盘 你就很怕来 有啊 我刚才已经赌了三百份了 有 我有看到诚诚哥还记下来 三百份 怕我们 我怕忘记了 怕我们A他 要跟你那个八八理财友方 一样 要八八八八 记得 八八八八 好 来我们看到今天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消息 那我直接联想就是 到底会怎么影响台股 其实这个消息 昨天晚上就已经开始 有风声传出来 就是呢 这个国民党推出的 这个总统候选人 本来是我们的 祝祝姐红秀柱 但是呢 这个祝祝姐 他有一些言论 比较偏统派 所以呢 现在国民党内开始 有点 终极统一 有点担心 对不对 就想说 哎哟 你自己人没拴掉 就算了算了 你不要影响到 我们连立委什么 统统都完蛋 所以呢 我们来看到 现在国民党内 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说 把祝祝姐换下来 我们来换猪猪哥 就是朱立伦上来选 我想请教的是 你觉得这样到底 换一个人 祝祝姐四点出来 我们来开记者会 说他打鼠会 对 但是又有一个声音说 管你要不要退 我们就是把你换掉 这样子 好像也由不得你 不过无论如何 我们来看到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朱立伦说 如果祝祝姐要被换下来 他身为党主席 他责无旁贷 他要出来扛责任 意思就是他要出来选 那不是这样 我知道 理论上是这样 他讲是这样 其实要选 应该党主席 那个时候就出来选 拖到现在 拍戏拖到现在出来 算 有意义 就是有些人 但是蓝颖的 都希望他出来选 对不对 对 很多个立委觉得 他出来才有办法 不是 本来蓝颖的是 希望王金平出来选 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马英九不爽 就是不想他 他出来选 我讲这样 有要打叉叉吗 没有 我们等一下把你逼 可是我们现场节目 没有办法 但是那个 那个 没关系 你等一下再继续讲 但是三立已经很黑了 现在 对所以没关系你就讲啊 那不能讲 我只能讲到这样 但是他就 只要王的不出来 谁选都可以 是 那建兰你也可以出来选 只要不是王金平 以我的知名度 只能选里长而已 真的 陈诚哥出来选 比较够负味 我连理长都不行 但是我们要请陈诚哥来快点帮我们看的是 那到底这个不管他们谁选 对于台股会有什么影响 每次选举都一定有蓝绿什么概念股 帮大家统计 这个是历史经验 我们来看看这个大选前后 我们不要管谁当选 其实差不多的几率 好这是2000年 2000年那一年是阿扁总统当选 好我们来看他选前60天 这两个月前 选前两个月 那个时候阿扁总统当选 你看涨11% 然后选后他当选了 那个时候大家不都恐吓说 你如果选到民进党 你股票跌死 有没有记得都有这样的言论 结果你看阿扁总统当选 有没有跌 其实还好 还是涨7% 其实是有跌下来再涨起来 跌下来再涨起来 不管嘛 但是起的股票不一样 那时候是起七枚店 真的 所以油没高 我们先来看大潭 然后待会我们来看 到底会涨什么股票 就看起美店 今天起到七十几块的那样 好来我们看04年 还是阿扁总统 选前两个月涨15% 选后没有什么涨 当然没有 因为那有两颗子弹 对所以惊到 惊到 来08年 这个就是我们的马总统当选 选前就涨8% 选后再涨6% 再来看 就此那一天 从9309一路跌到3955 你就一直说这个 对对 就职那一天 最高点9309 对 最后是 对我就就职那一天 去买房子 然后就一路 怎么样 房贷油付不出来吗 没有 一路就套下去 然后没有 但是后来房子就涨上去了 还要谢谢他 还是谢谢他 谢谢他 来我们看12年 这马总统连任 选前就跌了 选后还是涨10%起来 好统计 好就是统计 不管谁当选 上涨几率呢 在选前就上涨是75% 选后20天 百分之百会上涨 好好喔 是不是不错 真的是这样 是不是不错 这统计数字啊 这统计数字啊 我没跟你配 真的这样啊 真的呢 真的啊 大家看到了 是不是 大家充满了希望 对充满了希望 但是我觉得刚才成哥 点到一个很重点 有的股票会涨 有的股票不会涨 对不对 来我们来看到 我们今天帮大家挑出来的 绝对跟你之前看到 蓝绿概念股 不一样 对不对 不一样 这是三例 八八理财皇 新版的蓝绿概念股 对 我们帮大家挑出了一些 我们先来看在蓝军的部分 如果呢 你认为蓝军会当选 对 来 那这些股票 你可能可以注意 或者是我们可以说 不一定要他当选吧 选前应该就会有一些 拉抬的行情 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 那不是旗约会选 没有啦 我这都大家预计心理 我开玩笑讲 那真的是概念股 真的 我要讲出来 至于吓得要死 我吓到 我告诉大家 这是三例版的 对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你现在这个版 你这个版又要再加上去什么 跟那个我们国庆日 我们国庆日是10月10号 你不是记得到的 10月10号之后 对啦 那中国共产党 有那个15 第18届五中全会 那是哪一天 不知道 一般都10月中以后 10月中以后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到蓝军 我们为什么这样挑 我先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这个蓝军主要是 朱朱姐之前提出了 他一些 4.0 竞选的证件 对 那就是呢 在资通讯云端 他要推出4.0的智慧蓝图 所以呢就有一些相关的云端 这个通讯的概念股 这会挑出来 然后呢我们帮大家挑到了 其实国民党大佬 大家知道有些大佬是这个 也是企业大佬 这个自己有做生意股票上市 有没有都在里面 另外呢我们就赶快带您看看有谁 这个中壘就是台湾4.0智慧蓝图概念 它也长蛮多的 金城呢云端数据概念 因为人家研搜一直创新高 对 所以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概念 这个是大数据的概念 轮飞这个就好玩了 听说朱立伦要选 结果轮飞 轮飞的董事长 是朱立伦的岳父 对啦 高宇仁 所以没 那他长庭我给你看看啊 哎呦真的耶 长庭啊 其实我跟你说 还有一档 隐藏版的轮飞的那个概念 但是今天没有涨 谁 那叫做台通 台通 对因为他们 他们是股东嘛 8011的台通 今天是跌的对不对 今天是跌的 但是已经先涨了 你经口一说明天就涨停 我不知道呢 最好是会啦 好 参考一下 那再来我们看景岳 景岳的董事长呢 是兰军的立委 国民党立委 陈庚德 对 他前面已经偷偷涨了 来我们看景岳有没有涨 偷偷涨 偷偷涨 17块现在涨到24块了 好 这个是兰军概念 中式 每一次都是 对 每一次都是 每次都是 对 好 这是中式 好 这个是兰军的部分 那绿营的部分呢 来陈庚德 这个综不是就是上次那个叫什么 宇昌案对不对 对 改名字的嘛 综 综是4147 4147 我们来看一下4147 4147你看 他已经涨了啦 已经一直涨一直涨 因为他预计 预计10月要转上柜 对 转上柜 现在的新柜 在新柜 对 所以很多人事先卡位 所以你看他的股价 其实已经从这个 不到100块 现在已经早到 不是那一天 1.05 那错账嘛 错账啦 一块钱 155块 155块 好 大家预期他会创历史新高 对 对不对 那你来看 中育跟蔡英文 蔡英文是他的创办人 是 所以这是不是标标准准 绿色概念 所以大家把中育呢 其实你把中育跟 4147 把那个417再倒过来 叫4174 看一下 4174 已经创新高了 哇 对 已经创了 那其实 新要谷就是这样看 包含这一次 TPP也有讲到 学民药跟新要 那这是新要谷的这个部分 大概是这样 那再来这些呢 也跟这个民进党绿营 他们即将提出来的政策比较相关 南向 南向的部分 基本上来讲 但是蓝黄又是 蓝莹的呢 蓝莹是蓝莹的哦 对啊 蓝莹 那他又有蓝幼绿耶 蓝莹是通义的吗 对啊 蓝莹是统一的 但是TPP在这个整厂 因为 因为TPP可能会有个条件 要有原厂的证明 就是你要符合 零关税要有 在地生产的证明 其实现在在坊间列股 如果一贯厂的话 其实蓝莹 蓝莹是比较 比较符合的啦 其他都是 因为要 因为它是有限制的 要有在地生产的证明 才可以平关税 对对对 好 那这个其实这些 这个基本上也是 在这个 南光有一点类似 像是生计嘛 对生计 生计嘛 所以呢 其实我们看到蔡英文 因为他这个家族事业 做蛮大的 他投资生计公司 所以呢 生计股大一般而言 都会认为是跟绿营 比较友好嘛 对不对 可以这样说 好 那这些呢 就是因为蔡英文认为 我们就不要跟大陆的 这个连结那么深 所以帮大家 这个台商找到 另外一条活路 就是我们往南走 我们不要西进大陆 我们往南走 南向政策呢 TPP 所以相关 包括像智协的 丰太啊 广龙啊 另外南方啊 这些呢 都被比较定位为 是绿营的相关概念 对 当然是往南走的 但是越南也是共産党的 真的真的真的 因为这些我都去过 所以我很清楚 真的哦 对对对 这些都是 都是有一些 陈哥 我要请你给我一个结论 这么多这个概念当中 你必须要看好谁 要想这么久哦 金城 金城哦 中玉 就这样 一个选一个啊 对 因为金城跟我的名字 很近 所以我就 对对对 金城跟中玉 好 给大家做参考了 非常谢谢陈人哥 好 那么再来呢 我们就要赶快请一下 维泰 来 这个维泰 帮大家来解决一下 这个我们观众朋友的 持股问题 最近这个股市又热起来 来问股票的朋友 越来越多咯 来我们赶快先来看看 这位哦 这个也是应该黄老师 他是在这个学校当老师 他要问的是文茂 我们赶快来看看 文茂你怎么看呢 好 文茂最近啊 这个投信啊 又重新对他燃起了希望 尤其看到投信 真的文茂是持续在 提起一个加码动作 那除了投信之外 我们特别去看一下 在这个400张以上的 大户持股 在最近的三个礼拜 也是持续往上做增加 所以其实目前看起来 在整个文茂 它的筹码面的架构来看 它是比较属于这种筹码其中 而且股价 缓步往上度电高 甚至它是沿着什么 沿着投信的成本线 缓步往上度电高 所以基本上 只要投信成本线 没有真正被跌破之前 我认为就是 大家股价上 应该都还有机会 再往上去做个走高 所以它可以持股续报咯 应该是可以续报 好 来 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问的是金顶 这档股票是做什么 我有比较不熟 这档股票其实它是比较冷门 它目前看到它的成交量 大概每天都是500张以下的 一个成交量 那因为它是新挂牌的一个股票 所以其实目前看起来 成交量并没有这么的大 不过像这种新挂牌的股票 那往往因为筹码面的优势 一旦它筹码有过度提供之后 就会往上做喷出 所以目前看起来 可以观察到比较异常 就是什么 这个外资 外资持续对金顶去做 比较明显的一个加码动作 那同样的像是前阵子 钢挂牌的环球晶圆 也是属于钢挂牌 而从卖卖们集中的 像这种个股 其实最近都往上做个走高 所以其实可以都做留意 是 好 那么再来我们看到了 一个朋友 郑先生要问的是昌泰 1541的昌泰 那他要问说 这个昌泰可不可以续报 所以他应该是已经买 我买了应该赚钱哦 恭喜你哦 他问说可不可以续报 好 我觉得可不可以续报 这个应该要看一下 您的一个持股的成本 因为这场个股 其实我观察到 它是一个土洋对坐的标的 怎么说我们看到 投信在最近在高档的时候 很明显在怎么 去做一个获利了结下车的动作 但是反倒是在先前 从底部一直买上来的 这个外资 外资到目前为止 它都没有说出现 很明显的一个调节情况 所以如果说当时 你是跟着外资买的 表示你成本比较低 你可以先做虚报 那如果说你是在 在高档才去做追高的话 那你就要小心 因为这个投信 在这边进行调节动作 那会不会 引发多撒多的脉压 这也要特别做留意 是 好 那给大家做参考 这是昌态哦 那么再来呢 我们赶快看 有朋友问的是 日月光 来日月光怎么操作 最近这个什么 什么守法律途径啊 你说什么言语律己 宽语带来一堆 风风雨雨啊 这边搞的 其实外资跟投信 一些法人都看不太懂 所以其实客人观察到 像是外资 本来对大家很有信心的哦 一直在这边进行加码 最近好像这个事情 越闹越大 闹得有点 没有办法下台 没有办法收尾 所以外资开始 就是什么 调节动作 对 那投信其实 基本上看好日月光 未来前景应该发展 可是因为这些官司的问题 他们也不太敢去 做什么大幅度的加码 基本上我认为说 日月光目前看起来 应该是属于一个 类似箱形整理的一个架构 所以在操作上来看 可不可以买 那是不是暂时 既然是箱形整理的架构的话 你就区间操作 碰到箱形整理的上沿位置 你就短卖一下 拉回接近到前波的 一个低点位置 你再可以做 少量承接 是 好 那再来也是问的一个 是新闻的中心 这个最近也是草很热 华雅科 他问华雅科 要不要获利出厂 那赚到钱 那表示他很厉害 买到这一区 才可以有办法去进行 获利出厂的动作 不过其实在这次 这个高企权高董事件 其实公司派 并没有真正的发布一些 所谓的新闻稿的问题 所以其实在这部分来讲 还算是一个谜 那短信上来看 因为最近可以观察到 因为三星他们的一个 所谓扩产的计划 已经占着中止 所以可能在第四季 低顿报价是有机会 往上做反弹的 所以站在基本面的立场来看的话 目前看起来法人 包括像外资跟投信 都有站在一个买方 所以如果说你手中持股 是有赚钱的话 不妨先稍微忍耐一下 所以还可以留一下 对不对 可以先报一下 赚钱还可以留一下 不错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TPK 同一个人问 他说TPK要不要获利出场 赚得到钱 这种股票好厉害 真的太厉害了 蛮佩服的 这档个股其实 我一直认为说 它是比较属于这种 充满比较凌乱的一个个股 你可以观察到 外资级对于它 到目前我一直都没有回心转意 反倒是这个融资 在这边持续往上 做一个增加动作 不能是融资一直在做增加 有没有赚到钱 除了刚刚这位先生 有赚到钱之外 我现在怀疑 这个它的华雅科跟 对是不是放空的获利 好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它是比较属于 短线上筹码比较凌乱 所以如果说 要做这个TPK操作的话 我还是一样维持 刚刚的看法 就是短线操作 短线操作对不对 卖红的操作方法 好那我帮你问 那如果是空单呢 它如果是空单 要不要获利出场 空单我认为目前看起来 第一个它没有有效的攻击线 没有带量中长红 没有增量攻击线 所以它如果是空单可以留 基本上短线上 没有要往上去做 反转的一个现象产生 所以空单应该是 可以先做续报 好 这边顺便提醒 观众朋友 你是空单还多单 稍微写一下 他可能会帮你回答错 没有回答到你要知道的 好那么再来 我们来看看T50返 那么他问说 现在可不可以布局 最近这个行情 又来到气线附近 所以这个所谓多空看法 开始分歧 所以像这种T50返一的 这样子的一个 避险的一个工具 目前看起来 就有比较多人 去进行做一个操作动作 虽然融资 这最近看起来 有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进场 在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但是特别观察到就是 在短信上来看 其实它也曾经出现过 这种报大量 而且是当冲比例很高的情况 所以像针对这种 T50返一的这种ETF的话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做当冲 所以你只要看到 它有哪一天是呈现 这种所谓的当冲的 比例大幅度增加情况之下 通常隔天都会有卖压 给大家就个参考 好 非常谢谢我们的维泰 那么今天帮大家回答了 很多你的持股问题 这个大家以后要问问题 就稍微写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这样可以帮你 问得比较清楚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来 我们要继续带您来看到 我们的陈诚哥的选股 帮大家选到 都是营收创新高 在这样的景气当中 营收到创新高 真的好厉害 另外还要请我们的建安哥 帮大家挑出强弱的转折股 休息一下 忙回来